众生的我,虚妄的我,不是万传一样的 前面给各位讲过了 虚空并不是说一个大虚空 我们住在里边 是个人都有个人的虚空 个人的虚空就是一个心量 就是一个心量 心量大的,就是大的虚空 大成法的的话呢,就变成法界了 虚空的约束,它就突破了 成为边虚空成法界了